第117集 天柱山巅 灵气漩涡依旧 亘古不变地吞吐着 漩涡之中五色光滑缤纷 红光尤其漩暮 流水般铺陈开来 如上了胭脂一般 将四周尽数染上了一层烟红 随着距离远近不同 这抹烟红也渐次变化着 先是如正午的太阳 再是如出生的旭日 最后像是西沉的夕阳 从远处看来 从高空望下 层次分明 隔离交融 自然神秀 令人心生陶醉 距离漩涡中心处 数里外的地方 有一处峭壁挺立 侧看如利剑当空 横式则为一断面 正对着灵气漩涡的方向 因其距离恰当 一年四季 一日四时 皆是一抹橘红蕴染 便是深夜依旧是暖色依旧 不堕幽暗阴沉 无论何时都能感受到 如冬日午后一般的风光和暖意 此处正是一处难得的好地方 此处峭壁本是一群炎鹰的老窝 不知从何时开始 他们仗着肿群庞大 而少有人敢招惹 霸占了此地 繁衍生息 当真是好不兴亡 每日里 在永恒的落日余晖般的光滑之下 成年的炎鹰来去捕食 其无求偶 幼年英雏 嬉笑玩耍 锻炼飞情 嘈杂中蕴含着祥和与安宁 本以为这幸福的日子 能够到达永远 不想家中的安居 却祸从天降 数月之前 一会儿就是蜂拥而来 也不管是否惹得了他们 就这么硬生生地 将一群炎鹰杀了个断根 一只也没能逃出 死了也就罢了 物净天则本无非矣 可惜便是死 也死不得清净 炎鹰多少也算是一阶的妖兽 其中有用的材料 自然是被搜刮了个干净不提 便是自己的一身好肉 也不曾浪费 其中啊 半数入了诸位修士的腹中 而其他另外半数 则进了催人一人之口 至于那些为数不少的炎鹰蛋 则成了御灵宗修士的战利品 就这么简简单单 刮分了个干净 此后数日 土石纷飞 轰隆隆声响不绝 再无丝毫平静可言 没过多久 偌大的峭壁之上 便密布了大大小小洞府无数 成为了秦州修士临时的居所 从此之后 日日夜夜往来流光不断 一时间竟比炎鹰在的时候 还要热闹三分 这些临时洞府不过简单开凿修器 看上去粗陋无比 自然在与宗门之时无法比较 不过即便是如此 却也不是妄为 可谓是乱而有序 所谓乱 乃是这些洞府不讲究布局 更不曾论什么格调 有三两好友比邻而居的 也有个别孤僻的 恨不得将洞府开到峭壁的碎边上 还有密集的如风潮已学 有处零散是海中孤岛 有的宽敞开阔豪放 有的狭窄仅堪一人入内 单个看来或简朴或大气都还算不错 整体一看那就不堪入目了 将临时这两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混乱中的秩序却也清楚 只要抬头看看最上层处 占了大半个峭壁面积 却仅仅只有六座洞府 就能明白一二了 他们如此的安排 并非是有什么人倡议 不过是自发为之 自上谷破灭以来 为了应付当时严酷的环境 以修为论辈分 实力最为尊贵的 肯定深入人心 便是在这无关紧要的小处 也无意识地遵守着 其实啊 这也难怪他们如此 想想吧 每日离开洞府的时候 往下一看 平时见面要行礼叫声师叔的人 在自己脚底下 抬头正好见得自己的屁股 那该多尴尬呀 这个时候 要被下面的长辈记恨在心 那可就大大的糟糕了 反过来像这样 就比较合适 抬头仰视地位尊宠的人 那就自然了很多 既然这样的想法来布局 那么处在最高处的六座洞府 应该就是一众秦州修士当中的 最强者了 事实也是如此 六座洞府之中 分别居住着 幻魔道西弱 幽梦颖 玉玲宗白依依凤狂歌 法相宗 纪指云 张凡 正好一宗两人皆是站在整个秦州年轻一代最巅峰的风云人物 让别人仰视的存在 本来呢 此处的洞府只有五座 当日张凡来到此地 当人不让的又在旁边开辟出一处 作为自己的临时洞府 变成了今日这般歌剧 他的这般作为 却也无人有意义 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张凡当日惊艳一般的表现 已经隐隐给别人身上套上了一层 筑击第一人的光环 自然有理由 让众人仰视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自那日开凿洞府之后 张凡就再也不曾在众人面前陷过身 竟然直接闭关了 正处在风口浪尖 却突然消失不见 感觉就像是 狂暴龙卷风的中心之处 一片平静一般 让人心中 陡然生出违和之感 一颗心悬在那里 即便是雍凉两周的修饰 对此也颇为不适应 本来啊 在心里憋着一股劲 不想此后 连续数月都不曾见得 那个可怕的身影 在战场上出现 道德后来 每当狭路相逢的时候 见不得此人 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心中的滋味 非言语所能尽数啊 敌人尚且如此 何况自己一方呢 每日出门之时 仰望一下 上方那个洞府的动静 便成为了 每个人的一种习惯 本来就这么继续下去 事情渐渐淡下 也就不那么引人关注了 不想在数日之前 一直恍若沉睡的洞府 却忽然开始有了动静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峭壁之上的那些洞府 不过是秦州众位修士的临时居所 在洞府尽职之上 自然不可能下太大的功夫 除缺一两个在阵道上有心得的 其他人等 一般就是步上个一两套阵盘 稍加防护也就是了 张凡的洞府也是如此 普普通通的阵盘 与其说是防护啊 倒不如说是一个预警器 来得更实在 这几日 这个脆弱的阵法 开始偶现波动 起初呢 还是几个时辰一次 发展到后来 连绵不绝 仿佛废水一般 好似那里 有什么恐怖的力量 正在孕育 这样的情况一出现 众人当即是心知肚明啊 知道是张凡在里面 闹出了什么大动静 而防护阵法又太过于脆弱 竟然遮掩不住 这当即就引起了众人的兴趣 时不时地去观察一番 本以为张凡是在修炼 什么大法才导致如此 不过接下来几日的变化 那时不时从中透出的地火气息 直接否定了这个答案 张凡如今声明确起 他的过往自然也被大家挖了个干干净净 练气其高手的身份 早已进入到了事业之中 此时看来 理所当然的就认为 他一定是在里面 炼制什么厉害的灵气 方才如此 这个想法也只是持续了一两日的光阴 便被自己推翻了 前日起隐隐的药箱 一直在峭壁之处弥散着 起初还不知道是哪飘来的 后来越来越浓 由上至下扩散 分明是从张凡的洞府扩散开来的 竟然在炼丹 这下众人哪里还能不明白啊 当即恍然大悟了过来 同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年纪轻轻 入到十余年载 已然筑击功成 踏上仙徒 修为高深 纵横来去不败 环顾左右 莫敢有正视之人 志气炼丹 竟死无所不能 天地之间 还有何不可为呢 一时间 个人心中百味杂陈 说不清道不明 不知道是嫉妒 还是崇拜 或是仰慕呢 药香营绕不散 如闻韶月不知肉味 非紧陆路众人 便是同利于顶端的五人 也不由地侧目观望 运灵丹 幽梦颖鼻翼抽动了一下 本来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戴德细变之后 忽然变色 豁然坐起来 脱离了身后柔软的怀抱 这品质是他 片刻寻得来源 看似如少年一般 稚嫩的脸庞 也是如千云密布 陡然阴沉了下来 沉默少请 忽然毫无征兆地向后一倒 重新跌回到了一片柔软之中 哼 第一人 冷笑声声在洞府中回答 随即平静 恍如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只是身后颤动不已 好高的品质 好厉害的炼丹术 你说是不是啊 美人 前两句的时候 还有点强者的认同 彼此尊重的感觉 但是道德最后一句 怎么感觉这么隐邪的意味呢 美人 你说 我是不是去找这张师兄 炼两枚 补原药来补一补呢 哎呦 他的炼丹术 真是不错呀 分哥哥 你哪里需要补呢 弄得人家都 受不起了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可真是娇媚无比啊 韦尔拉的老长 仿佛要将人带入某个深邃的所在 哈哈 说的也是啊 彩衣飘飞 背浪翻滚 人类永不停歇的主题 再次展开了 季芷云 西若 白衣衣 三个是秦州 三大宗门 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 正寄计一堂 品名论道 弹制性浓 却忽然停止了下来 真没想到 他竟然连 炼丹术 也是精通呢 你说呢 季姐姐 西若 眼波流转 似笑非笑 想要在季芷云精致的容貌上 像看出朵花似的 张师弟天纵奇才 芷云向来钦佩 季芷云淡然一笑 四平八稳地回了一句 两人间唇枪舌剑 灵儿一脸懵懂 摇摇白衣衣的胳膊 小声问道 师父姐姐 他们 他们在说什么呢 在说你的张凡叔叔呢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白衣衣仿佛 可以在灵儿的身上 见得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一般 于是百般娇宠照顾 道德何处 都要把灵儿带在身边 啊 师灵儿空洞的眼眸间 好似陡然布满了 崇拜的小星星 外面的一切 张凡自然不曾知晓 数月之中 埋头炼丹 即不知世上 今为何年呢 闭关洞府 埋头炼丹 己不知世上 今为何年 此座洞府看上去 与葛姓老者的一席仿佛 皆是四面青石 不是雕琢 质朴无华 若说有什么不同之处 就是毕竟 不如其一心精进 心无旁骛 还是多开出了几间 用作其他用途的事实 其中啊 有炼器士 灵兽尖 另外呢 还有一个 便是他数月 都不曾离开半步的地方 丹房 此时 丹房之中一片火红 热浪滚滚 空气扭曲 入目见得 皆是朦胧 折叠之感 不能温辩 丹房的正中之处 一座一人高的丹顶矗立 下有凶凶火焰燃烧 炽热高温 正是从此处发出 火焰之盛 便是四周的青石 都快承受不住了 却不见丹顶之上 有丝毫的变色 依然四平八稳 恍若不绝 丹顶之策 一人盘膝而坐 一手抚膝 一手视高温如无物 静止按在顶身之上 眉头轻皱 似乎在感觉着什么 这正是不问外事 一心炼丹的张凡 自从今世起神炉 荡荡玄风 善巴鱼 幸得九重观万化 岂无歌咏 赞黄图 混沌分来我独尊 包含四项利乾坤 还丹须向此中密 得此方为至庙门 丹到绝来 似乎轻松无比 真正的炼制 方知其中的难处呀 眼前的丹顶 正是九转乾坤顶 三月之前 张凡起义炼丹 方才第一次将其激活 显露出了真容 不过真正的施行起来才发现 先前把他想简单了 九转丹绝 果然非寻常丹法可比 单单是启动丹顶 便是不容易 普通的真火上去 毫无反应 死气沉沉 没有丝毫开启金饰的迹象 本来此事倒也容易解决 当年张凡呢 还只是炼器器修饰的时候 就能使用地火 来炼制法器丹药了 更何况如今呢 不想探查了一下 才发现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天柱山一带 本来火源极其充足 看天柱气旋 便可知一二了 但是奇怪的是 无论怎么查探 结果都是地下 毫无地火的痕迹 便是 辩查方圆千里 也皆是如此 这可就颇为怪异了 要知道天上地下 所有的事物 都不能单纯地存在 必有其因果关联 没有道理说 四周火源充足 不下火山之下 地下却一丝火脉都不曾有 这分明就有古怪 里面的古怪 与它无关 也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查清楚的 可是丹药又非炼不可 只好求助于外物了 结果便是此时在 九转乾坤顶下方 熊熊燃烧的事物 集火柱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法器 采取地火之精华 以特殊的炼制手法 凝成柱状 再排列成法阵的形貌 已经激发地火喷涌 如柱子因此得名 这种东西可不常见 至少张凡本身就没有准备 偏偏那时 有非开始之计也无处够得 好在啊 最后在催人这个地方 寻得了一件 据说呢 也是其平时用来 烧烤东西用的 用结火柱来烧烤 这话张凡不信 不过呀 不管他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 此时用来炼丹 却是再好不过了 经过了最开始的手忙脚乱 对炼丹的陌生感之后 一切渐入佳境 本来张凡已然松下一口气 不想到得这两天 却一变突生 若是他故 九转丹绝第一转 根本不难 而且啊 早就被他研究透彻了 哪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真正的问题 出在了急火柱上 三日之前 急火柱上涌出的地火 忽然开始呈现衰弱之势 并且随着时间过去 越发的明显 严重 偏偏此时又到了承担的关键时刻 若是火焰接续不上 立刻便是前功尽弃的下场 这下张凡可真知道 为什么催人拿着碗烤肉了 从没听说过催人对气道或单道 有什么特殊的成就 毕竟不是谁都像张凡一样 仗着大五行破镜树 和九转乾坤顶的辅助 在修为还没有达到瓶颈的时候 就开始分心旁骛了 哎呀 无奈之下 张凡只好 一边尽力地激发急火柱当中 残余的火焰之力 一边以自身的大日真力 燃出火焰 作为继续的补充 这一接续 那就是三天呢 三天来 张凡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了恢复灵力 和控制火焰之上 丝毫不敢分心 甚至都无暇压制 单房当中的气流的波动 方才传到了洞府之外 被众人所察觉 道德今日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行百里者半九十 张凡在这最后关头 更是全神贯注 手掐发掘不断变换 无数手印不停地分出 烙印在九转乾坤顶之上 初始如水波不兴 后始荡漾 顶身之上逐渐现出阴阳之色 来回交替 往复升降 直达九转之数 此时正是宁丹之时 九转乾坤顶的顶身 诸相分成 一时间仿佛活了过来 同时恍若龙溪水一般 整个顶身骤然转红 本来还能勉强攻击的火焰 顿时给吸了个干干净净 失去了火焰的攻击 本来正逐渐转赤色的丹顶 忽然沉寂了下来 幻化到了一般各种异象 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还了得 张帆脸上骤然失色 再也不敢丝毫流利 轻贺一声 一面铜镜 忽然自口中飞出 悬在丹顶之上 无缘火力 洋洋洒洒 浮衣接触到空气 便瞬间燃起 顷刻之间 整个九转乾坤顶 又尽数被包围在 无边的火焰之中 单单火焰强大 还不足够 张帆的心神 武成在控制丹顶 另外武成在协调火焰 使两者达到一个 微妙的平衡 度过了这最关键的时刻 戴德火焰平稳 万事俱备之后 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 所有手印归一 一掌印出 拍击在了丹顶之上 九转阴阳生腹降 一起生化中混沌 丹顶百般变化脸收 一片混沌之气 如鸡子一般 微微一宁 旋即破壳 轰 开炉 烟气缭绕 引荐龙虎之状 正是三月功成 九转 小环